所以星球與星球之間我們有這個引力 那麼我們上一間風水了 尤其風水學一個叫做懸空哀星 懸空 懸空就是這個星球與星球之間的引力 我們有九大行星的相互引力 就是我們所講的懸空哀星 所以懸空哀星學對於整個人體 對於整個虛空 對我們當下立足的地球來探討 是非常科學 所以地球的引力是遊覽而別 那麼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的身體上的磁場 也是遊覽而別 這個頭 手部 足部 足 好 頭和腳 也是 手 反而它是在 藍 反而在藍 頭在藍 我們的地球咧 藍 這不是藍 那別 和我們人完全相反 才有一句話咧 陰從左邊團團轉 陽從右邊轉轉通 若人 若人適得陰陽絕 何醜大地不相逢 走 陰從左邊團團轉 陽從右邊轉轉通 rim從猶皮得靈 Future 不相逢 這個等得要長 我們的陰陰 陰陽 法則 陰陽 法則 道盡 清清楚楚 所以這個未來我們四個月 也朝著這個目標會跟各位講 陰從左邊團團戰 陽從右邊轉轉通 若人適得陰陽絕 火醜大地不相逢 這個非常高深的一個學問 這個整個闡述了 我們宇宙希空所有的星系 銀河星系 或是九大行星 每一個地球 每一個星球 它們的磁場的引力的轉化 都離不開這四個 這四季的法則 可見我們古聖先賢幾千年來 已經參透了宇宙希空它的法則 那麼我們人的身體也是有 也是離不開這四季 離不開陰陽 法則 我們人的身體也離不開這個陰陽 法則 萬生萬物也離不開這個陰陽 法則 包括我們的細胞也離不開這些陰陽的法則啊 當我第一次練到做四季劇的時候 還是一直很模糊這個真理 等到四五年後呢 我才發覺 哎呀 真的 這個是不可思議啊 我昨天我們的教務主任 他看到呢 這個 美國地理國家雜誌呢 有一次 他在報導 他在赤道之上 赤道之上 那麼之上呢 他在這條線裡面 他用兩桶的水 那水咧 兩桶水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一別一蘭 一別一蘭 裡面晃著一個樹葉 晃著兩個小小的樹葉 結果他有的從這邊轉 四葉咧 他很自然往這邊轉 結果很自然往這邊轉 陰蟲左邊團團轉啊 陽蟲右邊轉轉通 那麼我們古聖先選幾千年來 五千年前 我們選女或娘娘 九天選你 他就已經參透了這個法 所以把這個四季劇留下來 留到五千年後 我們才用科學去應成 恍然大悟